两对半 我们主要是指着 在乙肝检测的时候 尤其是血清学指标检测的时候 我们要查乙肝两对半 实际上这是一个简称 实际上我们也叫查乙肝五项 为什么要查这个呢 就是乙肝病毒感染人体 它首先出现免疫学方面的一些表现 比如说它会产生乙抗原的阳性 这个表面抗原的阳性 以及核心抗原或者核心抗体的阳性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些血清学的 这些免疫指标的一些检测 我们对于这个乙肝病毒是否感染 或者它现在感染的状态如何 那么它疾病的这个严重程度如何 以及它将来以后发展的趋势如何 那么都可以参考乙肝两对半的这些检测结果 进行判断 所以说它对这个乙肝的这个感染者或者乙肝病的诊断呀 治疗啊 以及这个预后的判断呀 等等都有非常大的临床意义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临床工作当中 对于乙肝两对半的检测 以及对于这个乙肝的筛查都非常重视这个两对半的检测 那么这个乙肝两对半的检测 以及乙肝五项它都是一码事 那么实际上这个在我们国家呢 通过这个检测啊 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流行病学方面的一些调查 比如说过去我们这个是一个 在国际上是一个乙肝的这个高流行区 感染率在10%以上 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的乙肝疫苗的这个计划免疫啊等等 那么我们现在乙肝的感染率啊大幅度下降 我们现在达到7.1% 属于中度流行